没有资金的支持,小企业很难成长,阿里巴巴从一间小公寓里创立的小公司,成长为今天的国际性巨头级企业。 它是如何完成每一次的融资?2014年9月19日晚,一场可能是现代人类史上最大的融资事件,正在美国纽约进行。事件的主角正是近年来频频被聚光灯包围的中国企业阿里巴巴。此后,阿里巴巴的多种融资方式,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。 创业初期内部融资的启动金,天使投资源的种子资本,VC集团的风险投资,上市前的股权融资,上市的IPO融资,创业一时,内部融资。 1999年2月,阿里巴巴竟悄悄地,诞生在杭州湖畔花园的一间小公寓里,门上连一个牌子都没有挂,简陋,质土,无名。 马云决定在杭州成立公司,远离当时已成为IT中心的北京和深圳,这样会使公司运营成本更低。 阿里巴巴成立那天的第一次集会也成了筹资会,马云让参会的18人,都是马云任杭州科技大学英语老师时,夜大英语班的学生,被称为阿里的18罗汉,拿出自己的存款来,最终他们凑了50万元。 作为初始投资,小有名气,天使投资很快,阿里巴巴网页发布了,马云很快就进入了外媒的视野,互联网是个烧钱的行业,它的规模效应比其他行业都重要,所以对资本最为渴求,马云需要封投资金。 到了1999年底,钱已经成了公司的最大问题,1999年10月,高盛的500万美元天使投资,把阿里巴巴从悬崖边拉了回来,成长阶段,二轮融资。 2000年1月18日,马云收到软银2000万美元的融资,就在这一年4月,美国纳斯达克市场IT泡沫破灭,股价暴跌,这之后再没有投资者向中国的IT企业投资,而阿里巴巴却有充裕的资金渡过海东。 2004年2月17日,马云在北京宣布,阿里巴巴第三轮融资8200万美元,软银签投出资6000万美元,其余2200万美金,又复达TDF和GGV出资,这笔投资是当时国内互联网金额最大的一笔四目投资。 二轮融资过后,阿里巴巴的持股结构改变为,马云及其团队占47%,软银占20%,富达占18%,其他几家股东占15%,二轮融资合计1.12亿美元,并没有改变马云在阿里巴巴大股东的地位。 上市准备,雅虎入股,2005年8月11日,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与雅虎全球首席运营官丹尼尔罗森格高调宣布,阿里巴巴收购雅虎中国全部资产,同时得到雅虎10亿美元投资,而雅虎获得阿里巴巴40%的股权及收益权,和35%的表决权。 这是中国互联网史上最大的一起资本运作。完成收购后,阿里巴巴公司新董事会共有四席,其中,阿里巴巴两席,雅虎公司一席,阿里巴巴的投资人,日本软银公司一席,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,仍将担任公司的CEO与董事会主席,港交所首次IPO融资。 2007年,阿里巴巴进行了第一次重大的重组,在香港上市了公司的一部分,成功筹集到15亿美元的资金。 之后在2012年2月21日,阿里巴巴集团和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联合宣布,阿里巴巴集团向旗下港股上市公司阿里巴巴网络有限公司。 董事会提出私有化邀约,在阿里巴巴私有化邀约中,回购价定为13.5港元股。 巧合的是,这一价格,于2007年11月,阿里巴巴在港上市时的发行价一样,五年的轮回,马云自翻私有化代价,是否平进平出。 实际上,仅从账面盈余看,对马云及其背后团队而言,这是一笔划算的生意。 五年间,马云用于最初相同的价格,买下了净利润增长6倍多,现金增长25倍的企业股权。 相当于在这五年之间,阿里巴巴使用了一笔15亿美元的无息贷款。 纽交所二次IPO融资如外界所料,本次私有化只是暂时退市,马云采取的是以退为进的策略,阿里巴巴集团终究还会向资本市场发起冲击。 果然,两年后马云在踏征途,美国时间,2014年9月19日,马云将在纽交所敲钟,阿里巴巴正式登陆纽交所。 股票代码Double阿里巴巴次次上市,成为了全球最大规模IPO。 十几年前,马云在杭州湖畔花园的一间小公寓里创立的阿里巴巴,终于在19日晚扣向美国资本市场大门, 在纽交所上市交易收日开爬价92.70美元,收于93.89美元,市值为2314亿美元,超越Facebook成为仅次于谷歌的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。 阿里巴巴从小微企业发展为今日的商业巨头,它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融资,都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 外媒关注商业巨头,小微企业融资机遇在哪? 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,其实最要紧的还是前几次的融资。 创业初期,小微企业的融资过程,并没有那么顺风顺水。 正如马云的那句话,等到企业赚钱了筹集资金就很容易,有人天天追着要给你钱。 如果你去追钱,它跑得比兔子还快,赚钱的企业很容易进入外媒视野,而初创阶段的小微企业,并不容易受到大家的关注。 然而,在一税定性的税银服务平台,全国各地启动之后,小微企业乃融资的悲惨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。 税银服务开创是引用互联网加税收金融的创新模式,为诚信纳税小微企业提供便捷的在线融资服务。 而这种凭借纳税记录获取银行贷款信用额度的创新融资模式,在启动之后也得到了众多中小微企业的积极关注,并为他们解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。 税银服务的出现,对小微企业的发展,带来了巨大价值。 融资难已经不再成为小微企业发展过程中要面临的困境了。 本文《微微众税银原创》,转载请著名,出处。